大家好,我是野君,欢迎收看战阶世界,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德系十几巡洋,新登堡,好的,那么让我们开始战斗。 这边的话,我们是白龙队中毒岛,先来我们看一下,他的防空圈是几公里的,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一货的防空圈是六公里,六公里是加战斗的。 加了这个四更二技能,但是没有点,没有将那个二豪兰的防空码插件换成防空炮主的,那么,英军自己的新登堡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出啊,但是预计的话,出来之后会装一个防空插,然后把这个,这个,呃,德系的这,这巡洋,防空比较难解释啊,他的中程防空炮伤,中程防空炮是要比这个长车防空炮还,打得还要远呢, 也就是说,他这个六公里的这个防空圈啊,其实是他的中程防空炮,啊,他这个五点四公里的防空圈呢,其实是他的长车防空炮,啊,不知道这样讲大家理不理解啊,其实五点四公里就是大口径啊,六公里就是中口径啊,应该解释得通啊,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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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一万四走着伤害 这一把鱼类伤害低的弊端 也是直接体现出来了 那么切到它的主持角顺道 看一下剩下的这些战阶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巡洋剑是非常的少 我们这边是得新的宝加一锤 对面是德梅一加挨档 剩下的话全部都是战略剑 那么对于战略剑的方面要注意 45公里对面的战略剑 想要调出我们核心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再加上新的宝这个盾舵 必要小心一点 这边的话看到了对面的乌达罗伊 直接开一轮 我们看一下对面驱逐剑的配置 我们是基林加导芬加洛阳 对面的是两导芬加弗莱特加乌达罗伊 对面的这个 驱逐剑的配置其实是 比较玩压我们的 好那么继续洗 对面的乌达罗伊 可以看到我们的H伤害 虽然说并不高 但是勉强吸引驱逐剑 还是能够看的 而且弹速也不慢了 2600 当然比起藏王来要上核 另外就是我们的新的宝这个船 漂亮 直接一轮无法带走了敌方的乌达罗伊 让势力拿到手杀 虽然说我们的H1弹比不上藏王 但是我们拥有自己恐怖的AP弹 和足够的防空伤害 并且的话 新的宝这一个船 虽然说 它的这个侧甲在1415公里面对战略剑 还是很脆的 但是它的尾巴绝对没有像这个 藏王那么软 这一轮 这一轮406砸上来的砸到我们尾巴上的话 还是会有跳弹的 在这个距离上的话 所以说我们可以放心的转成剃头 剃头的话 我们的新的宝也是挺硬的 当然 在远距离的上还是没有我们莫斯科硬 但是呢 新的宝在近距离的话 你在甩正侧甲的时候 对面的战略剑一轮上来 可能是只能出你一到两发核心左右 但是你能用自己的 如果说你是真的想撞对面的战略剑的话 对面战略剑还是比较虚的 但是莫斯科那种 你虽然说在12 13公里 你想要 对面战略剑想要打穿你的话 会有很多跳弹之类的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剃头怼上来 怼到正剃头的时候 或者说你想要稍微甩个侧甲的时候 对面的战略剑一轮上来是必输核心的 而且一旦出了核心 如果说这边是一轮起射的话 很有可能直接把你给秒了 不过远距离洗对面战略剑 可以看到这个伤害是真的 惨不忍睹 这边的话只能吸吸门大拿了 因为这边的话没有任何船能打到 打不到任何船 因为这边的话只有一个门大拿和对面的 这艘是不容线 门大拿和对面的爱荡 可以看到对面门大拿想要打我们 但是这个距离上你打击多性能保 基本上没什么用 这边的话洗洗对面能拉 差不多我们也该准备回去了 因为对面的两个驱逐剑已经是占到了B点 并且的话我们这里只有洛阳和比斯 这个基林和基林比斯 这个最上走位有点不太最近 所以好像好像是直接追头刀去了 追头刀意识 追头刀意识爽 全家火葬场 追头刀的基本局 基本上就没欠过能赢的 因为一旦我们这一边一票追着追上拖刀 我们这里的话就只剩下一样环和导分 并且的话我们航母也是被我们远远的卖在了后面 一样环直接被对面的大选帝后给秒杀了 这种时候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 灯宝哥 灯宝哥该回去了 这不要追了 这个追着这个门大拿一点意义都没有 毕竟已经被是被敌人给拿下来了 好对面我们家的基林已经是反应过来了 这个不能追啊 但是我们的美心洛阳还是追了上去 好吧 没有办法 对面的这个门大拿这一轮 我估计它是应该是装了这个 鱼雷炭 那个火炮火力来袭吧 这个角度的话 确认门大拿不是在打自己啊 直接外携走了 正前方发现鱼雷 好这边这一波雷的话 对面的导盆也是摸在了点里面 呃 我们看一下他打算往哪边走 好这一波烟水水辣的 波烟 好再起轮门大拿 我们准备啊 直接拐进B点里面去了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进这个B点里面是有点冒险的 因为对面的导盆在这里啊 导盆在这个位置的话啊 啊 我们直接码进B点里面是很有可能被导盆一波雷给云园看到的 好 我们先到主持角 把体头转过来 然后一轮 导盆要爽了 哦 六发 直接转身残废 然后一轮带走啊 门大拿的一轮 OK 盖斯对面导盆 然后看一下对面门大拿和大手机后的位置 我们这个B点 这个缺口是进不去了啊 肯定进不去 然后我们下面 现在要从下面绕啊 从下面绕 啊门大拿的防空呢 让他撑多久撑多久吧 我们最脱刀的比斯麦已经死了啊 再看一下啊 对面门大拿侧脚不错 直接一轮AP上去 啊 这个德美音 这个角度应该是可以出的 啊 那美音直接内切了 哎 打一轮试试吧 啊 这个是大选帝后 对面大选帝后的一轮啊 直接将我们给排成了半选啊 不过还好啊 那 没有出到三个核心就已经是万幸了啊 毕竟这个具体上的话 我们的穷甲 其实反而会害了我们啊 直接一轮上去 掉穿了自己核心啊 啊 这边是AP弹 看到我们这个具体上的AP弹比较疲软啊 啊 这个弹头碎的程度也是比较恐怖啊 这个德美音 一轮雷达我们的机灵是 啊 GG啊 直接GG啊 啊 不过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可以跑得掉 应该可以跑得掉 继续洗对面的大选帝后 这个具体上我们砸上去 一般都是碎弹啊 一般都是碎弹 看到啊 伤害并不高 好 德美音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我们的机灵死里逃生啊 直接跑出来了 啊 现在的话 对面已经是死了三艘驱逐舰啊 对面还剩两艘驱逐舰四艘战 我们的驱逐舰 网友血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上面一个洛阳再加一个一吹 这两个完全就没有用啊 啊 看一下我们的门达达能不能有机会 秒掉对面的德美音啊 这个是正侧甲 直接甩到好漂亮啊 直接啊 我们对面德美音是出差 转角遇到爱啊 直接撞击我们的门达达 一轮被我们的门达一轮给害 怎么可以 那么我们现在是要赶回B点啊 提供防护圈的同时也要掩护我们的机灵啊 我们机灵现在血量已经是不足了 虽然说他也是会打的节奏啊 我们的导分的话 血量保存的还挺充足啊 直接是跑去站A点了啊 中路导雷死了我们洛阳啊 追出刀啊 追出刀的 该死啊 该死 好 那看一下 对面的一个爱荡啊 逼出了 被我们的鱼雷鸡逼出了一波测甲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个角度的话 看一下 诶 打这里吗 这个角度好像有点点困难啊 这个秒低了点啊 那我们再来切到他的第一视角 我们拿着侧甲不太好 角度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直接把对面这个 想要跑出山的爱荡给秒了 现在我们仍然是处于 被飞机点亮的状态啊 情况并不太妙 好 灭点 那么 一万三血的爱荡啊 出来的角度还可以 来 到核心 核人图就响起了 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么秒掉爱荡 我们的导分的话 也是直接从这边摸上去了 但是 呃 对面的 这个猪掌是怎么死的 我刚刚没看清楚啊 猪掌是怎么死的 对我们 门大拿一轮给憨死的吗 不太科学啊 我们导分有没有人头 导分没有人头 不是导分给雷死的 嗯 这个 刚刚 太关注于这个爱荡啊 导致我忽视了一些战场的想细节啊 不过 总的来说 现在的话 我们也是进入一个全面游戏的状态了 呃 虽然说门大拿壮烈其身 但是大和的话 在这边 啊 再顶一会儿 啊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白龙下一步输出就可以到了 好 这边的话 冲出来的 点鼻子 哎 这个是谁的雷 啊 这个好像是导分的 四千多血 三千多 来 一轮 啊 我嗅到人头的响气了 秒 好的 好 那么 再看一下 这边门大拿和大选地猴 啊 我们再次继续切回西弹 嗯 啊 另外的话 对面的导分仍然是在点里面啊 但是碍于对面的这两艘战略剑 我们现在还不敢上去 啊 我们拿大选地猴这些角度都不较不好啊 啊 这种时候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放一个侦察机啊 来看一下啊 呃 这边的位置啊 嗯 导分的位置 结尾发现鱼雷 好 基里甩了一波雷 然后并且帮我们拉了一团烟 不过这一团烟的话 他好像拉得早了点 从这边开始拉的 呃 导致没有办法盖到我们 好 这里的话 基里已经是强制点亮了对面导分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优秀的鱼雷射角啊 嗯 啊 这边 门大拿 有没有机会甩两轮 哎 基里出去直接被门大拿点亮好的啊 那基里死定了啊 这个两千多血 门大拿一轮上来直接喊死 好啊 尾炮的转过来 看一下有没有核心 这个角度可能有核心哦 哎呀 好吧 那下 接下来交给我们的鱼雷 一发 两发 带头 OK啊 那这样的话 对面还剩一艘门大拿在搜大选地猴 我们的导分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无敌的状态 那么摸到这个位置对门大拿和大选地猴要爽了 啊 但是我们现在自己要想办法解决这边的一个导分 啊 直接出去肯定是不行的啊 因为对面的这个门大拿在这个位置上啊 这个大选地猴的话 十九公里啊 九公里啊 啊那个导分的话啊 看一下我们航母一波鱼雷技能们都把它给干死了 啊 这个门大拿估计要遭殃 我们来切一下 自由视角看一下 啊 一轮上去啊 九千血 导分没干死啊 那门大拿死定了啊 这个五轮雷上去 这这门大拿要爽歪了 爽歪歪了 啊 一发 两发 三发 四发 剩残血 两千多血 被对面门大拿一轮带走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剧本 好 那白龙并没有选择去抓这个导分啊 哎 门大拿最后临死前一轮是直接将对面的导分带走了 还可以啊 还可以 好看一下我们的鱼雷馆都是在的啊 那都没有换啊 尽量削减这个门大拿血量这个距离上的话差不多可以切AP啊 差不多可以切AP 嗯 拍这个门大拿算成剑主 OK啊 门大拿一轮上来并没有拍出我们的高伤 哎 我们门大拿一千多血活下来了 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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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门大拿任一轮选了 呃 因为那这位门大拿那一轮选择了拍我们啊 所以说啊 呃 这个我们门大拿是活下来了啊 那还好啊 呃 这个角度的话我们仍然选择剃头 对面门大拿还没有想好炮管要看哪里 好甩嘞 好 两波雷出去 我们看一下哎 这边再打下门大拿的哎呦 这个角度上面其实应该拍门大拿的上层建主啊 这个大血地后一轮带走了我们门大拿来 拔法雷哎呀 没死啊 没死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 尴尬了没死啊 啊 啊 还好我们的车角帮我们防住了啊 直接一轮上去啊 啊 这个从门大拿这个下 从门大拿的烟囱下方啊 这个护炮的位置穿下去穿了一发核心啊 非常漂亮啊 好 OK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在搞死这边大血地后啊 本场的比赛胜居一文啊 刚刚那个八发雷没把门大拿给雷死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八发雷 八发雷不死 这你感性啊 这你感性 啊 当然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弊端 我们新德堡这个雷伤害太低了啊 啊 一万四的伤害啊 嗯 以后的德区装备的也是这种一万四伤害的雷啊 可以看到这个雷在实际防的啊 对于战略舰的压制力实在是有点尴尬啊 对面战略舰尼发的话啊 啊 除了大血地后啊 其实门大拿大和那么接你发的话 啊 问题是不大的啊 好 那么最后一轮直接带走对面大血地后 您的本场比赛胜利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拜拜 我们最后的一层 我们下期再见